上回咱们说到,吕布被策反之后下定决心要干倒董卓,但是谋杀你总不能跑到人家地盘弄吧,保险起见还是得把董卓从梅雾给叫回来。 只见王云和大臣们左思右想,最终决定让李肃去叫董卓,这人挑打那真叫个合适。 您想想,当年吕布投靠董卓就是因为李肃,因此他能言善变不说还有董卓的信任,正好现如今李肃因为长久没升官以至于心深怨恨,因此他当即就同意了这事儿,毕竟背叛也是荣华富贵的途径之一。 只见李肃连夜赶往梅雾,见到董卓后张嘴说道,汉县帝想要把皇帝的位子散让给您,特地派我来搅您回去,您瞅瞅这话,那对董卓是多大的诱惑呀。 因此他二话没说,当即让李绝郭四二人诊受梅雾,自己呢,转头就去辞别老娘,可就在临别之时,董卓的老娘张嘴说道, 我最近每天肉颤心境,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您猜董卓是怎么回答的,只见他说道,我马上就是皇帝,您马上就是国母,这能不心惊肉跳吗? 您瞅瞅,这人上头了,连自己都PUA,这还不算完,只见董卓启程上路, 可没走一会儿,车轮坏了,又一会儿马也不听话了,董卓见状问,这是什么兆头,只见李肃说道,这是您马上要当皇帝,废旧立新的真兆,董卓听后瞬间合不拢嘴, 第二天万里轻轰却忽然狂奋骑,兵马本能前行,董卓见状问,这又是什么兆头,只见李肃说道,您马上要当皇帝了, 必然有红光紫雾,以壮天威,董卓听后又是合不拢嘴,等这一行人走到了长安郊外之时,只见有好多小孩在念顺口溜,念的是, 千里曹何清清,时日不不得身,您瞅瞅,这直接把活不了三个字都摆在明面上了, 可那李肃却解释说,就连小孩都知道,刘氏皇族活不了,该轮到您董氏皇族了, 第二天清晨,只见有一位道士手上的旗子写了两个口字,您想想,这两个口字不就是吕布的吕吗, 但是李肃随便说这人是个神经病,就给搪塞了过去,结果董卓一进宫呢, 瞬间就有二三百号人从四面杀了出来,董卓见状一边乱跑一边大喊,吕布在哪儿? 话音刚落,只见吕布抄起方天话级,就刺穿了董卓咽喉,之后吕布又从怀里拿出圣旨,大声喊道, 奋兆讨贼臣董卓,其余不问,您瞅瞅,他们还专门让皇帝下了道圣旨, 这样的话,再怎么违背钢厂礼教,那都会变得名正言顺,正所谓数到狐孙三, 董卓死后,他的谋士李如被自家下人给绑了,送进皇宫里来,随后又被斩首示众, 镇守梅雾的李绝郭寺也带兵跑回了梁州,也就是董卓当年做西凉刺史的地方, 至于董卓的尸体呢,就被赤裸裸丢在街上,一时见,全城的老百姓都纷纷前来打卡, 还顺便再踩几脚,最猛的还得是看守尸体的军事,他们直接在董卓肚起眼上点了一盏灯, 刹那箭便是高流蛮地,最后吕布带人冲进梅雾,现找到了貂蝉,又把董卓的亲属挨个斩杀, 最后侵点了梅雾中的财产,又汇报给王允,王允健壮当即摆下宴席考上满朝文武, 可就在宴席之间,忽然有人传话说,街上有个人趴在董卓的尸首边捅哭流涕, 这还真是纳闷,怎么会有人敢哭董卓呢? 更没想到的是,这人竟然是公认的忠义之士,名为采雍。 原来啊,当年黄金早返之时,蔡用被宦官们集体针对,最后是董卓的青睐才让他捡回了性命, 因此蔡用他恨董卓归恨,但是也不能忘记当年的治愈之恩, 可惜啊,哭董卓这事儿到底太敏感了,即便朝中大臣们都想保下蔡用, 可王允依旧是给判了死罪。 另一边,李觉、郭四二人连夜跑到陕西,他们想要投降,但是王允坚决不肯, 就在此时,谋事贾许对二人说道, 咱们不如召集西凉兵马杀入长安,借口便是给董卓报仇, 事儿成了,荣华富贵,事儿不成,咱再接着跑路。 李觉听后哪能不同意吗?于是当即派人散播谣言说, 王允要把整个西凉都扫荡一遍。 就在众人极度担忧之时,李觉又扬言说道, 咱们不能左翼带臂,谁敢跟我一起反抗。 此话一出,一呼白应,于是李觉郭四聚集了十几万兵马杀奔长安, 而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将领正是李肃, 可结果李肃半夜被偷袭,以至于灰溜溜去见吕布。 吕布健壮怒斥道,你怎么敢错动我们的锐气? 话音刚落,他就将李肃斩杀,还把人头挂在了军营之上。 第二天,吕布便亲自带兵营战,那不用说, 三两下就让敌军退守了五十里地,这玩意儿属于硬实力碾压, 李觉郭四二人也知道强攻不行,于是便想了一条计策, 只见他们兵分三路,李觉呢先带兵正面挑战, 可当吕布冲杀之时,李觉又马上收兵往后退, 然而就在同一时间,郭四带兵绕到了吕布的背后, 又是一阵挑战,可正当吕布掉头冲杀之时, 郭四也退了回去,紧接着就是李觉又从正面挑战, 循环往复,一连好几天,吕布那是想打打不到, 但是又不能不打,可想而知那得多气人呐, 结果还有更气人的,吕布一直在这边耗着, 但是贼人早派了大部队杀入长安, 吕布得知后根本顾不上其他,慌慌张张就往回赶, 李觉郭四呢,他们知道吕布不能恋战, 于是就在后边穷追不舍,以至于吕布折兵大半。 几天之后,董卓曾经的手下在长安城中为内应, 偷偷把城门给开了, 以时见数十万兵马涌入长安城中, 吕布杀了半天,发现根本抵挡不住, 于是抛下家人,自己偷奔元素去了。 李觉郭四呢,则一路冲杀, 直至看到了皇宫门楼上的汉仙帝, 二人见状赶忙对皇帝解释道, 我等是为董卓报仇,并非造反, 只要得到王云,我们立马退兵。 就在此时,众人忽然听到一声大喊, 王云在此。 定睛一看,那王云已然站在了贼人面前, 李觉郭四见状质问道, 董卓有罪,我等何罪,你为什么不肯赦免? 王云那则是一阵言辞的呵斥道, 逆贼何必多言,我只是要死而已。 话音刚落,王云便被当场斩杀, 就是这一词,后人称赞说道, 王云运积仇,简臣董卓修, 心怀家国恨,没所妙堂忧, 殷器连销店,种臣管斗牛, 至今魂雨破,游绕凤凰楼。 咱说回故事, 李觉郭四杀了王云之后, 又把各自想要的官职写在纸上, 逼迫汉仙帝允诺之后, 才纷纷退兵。 但是退兵和善罢甘休, 那是两码事儿, 李觉郭四他们表面顺从, 但是暗地里却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在皇帝身边, 只等着时机成熟便夺取天下。 您瞅瞅,权力他就是一个轮回呢, 当年董卓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既然是轮回, 那么当年有多少人讨伐董卓, 今日就会有多少人想救朝廷于水火。 这一天, 有任进攻传话说, 西梁太守马腾和宾州刺士寒碎, 领军十几万杀奔长安而来, 所谓之事正是讨伐贼人。 只见马腾军中有一位少年将军, 那是虎体圆壁, 表腹狼腰, 手指长枪, 左骑骏马, 刚出战就赶翻了敌军两位将领, 这位少年名叫马超, 是马腾的儿子, 可就这么一只勇猛之士, 却依旧打不下长安城来, 只因为李国二人的谋事贾许, 已然看穿一切, 他们想着马腾等人是千里来袭, 那粮草必然接济不上, 于是便选择坚守城池, 决不出战, 等马腾没了粮草, 决定返回之时, 贾许又让李决国四带兵追击, 结果马腾打败而归。 经此一战, 李决国四远发嚣张的起来, 只有贾许看得明白, 各处安慰百姓找闲那事, 可惜贾许一人到底生担力宝, 因此青州境内又有贼人造反, 就在此时, 有位大臣向朝廷建议, 要想扫出这么多贼人, 必须得曹操出马才行, 李决国四听后, 当即派遣曹操去贫定叛乱, 那不用说, 曹操所到之处, 贼人纷纷投降, 一时见, 竟然招安了三十多万人马, 朝廷得知后, 任命曹操为镇东将军, 就近驻扎在了延州。 曹操呢, 他到了延州后, 又是四处招纳当地的闲事, 咱先说谋事啊, 前有巡裕巡优书直二人前来投靠, 巡裕呢, 又推荐了一位名叫陈裕的谋士, 陈裕呢, 又把自己的老乡郭家给推荐了过来, 就这样一个带一个, 曹操又聚集了刘业, 蛮虫, 吕谦等等杰出人才, 不仅是谋事众多, 内武将也来了不少, 前有供马贤熟的于静, 后有永历过人的典尾, 都纷纷摆在了曹操门下, 这典尾咱可得多说道说道, 这哥们左右各拿一只铁吉, 八十斤的重量在他手里像是绣花针一般, 因此曹操对他也是真爱有加, 现如今曹操既然能光明正大了, 那他当然不会让自个儿老爹接着逃亡, 于是便派人送去书信, 让老爹来衍州安享晚年, 就在曹操老爹启程路过徐州之时, 正好徐州太守, 陶谦想要结识曹操, 那家伙给曹操老爹是一顿招待呢, 临走之时还亲自送出城外, 又派遣了五百多人一路护送, 可好死不死, 这派去的五百人竟然不是正规君, 而是当年黄金叛乱之时招案的贼人, 这群人眼看着曹操老爹带着金银珠宝, 那能不心动吗? 于是当晚就联合起来杀了曹老爹一行人, 带着金银珠宝潇洒快活去拉, 正所谓, 曹操见雄史所夸, 曾将吕氏杀全家, 如今和户逢人杀, 天理循环宝不差, 咱说回故事, 曹操得之后自然是撕心裂肺, 于是咬牙且驰地说道, 陶谦纵兵杀无负, 此仇不拱戴天, 话音刚落, 曹操派遣下侯敦, 典为于尽三人为先锋, 一路杀奔徐州, 但凡占领一座城池, 就将城中百姓紧述杀戮, 期间不管谁来给陶谦说情, 曹操都是悉数斩杀, 可谁承想, 前来说情的人众, 竟然有一人不能下手, 此人正是当年曹操逃亡之时, 被捕后却将他释放的成功, 曹操呢, 免及这段救命之恩, 于是接见了成功后, 将他大骂一通, 又把人给放了回去, 成功呢, 他说服不了曹操, 自然也不好意思面见陶谦, 于是转头去投靠别的将领啦, 另一边, 陶谦眼看着曹操杀戮百姓, 一时见仰天痛哭, 以至于准备孤身面见曹操, 用自己的命来救徐州百姓, 就在此时, 陶谦手下一位名叫弥竹的将领张嘴说道, 我愿去北海求孔荣救援, 再派一人去青州求救, 两军人马齐来, 曹操必然退兵, 就这样, 陶谦派弥竹前往北海, 又派一个名为陈登的将领前往青州, 咱先说北海这边啊, 北海太守孔荣八成咱都听说过, 年幼时众人都说他是神童, 可却有一人说, 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聪明, 年幼的孔荣健壮张嘴反驳道, 听了您说的话, 将来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 您瞧瞧这脑瓜子机灵着呢, 长大之后孔荣一路晋升到了北海太守, 那也是正义凛然, 铭心所向的人物, 因此弥竹前来求救之时, 孔荣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可谁承想, 就在这结果眼上, 竟然有一对反贼鱼当杀奔前来, 把陈池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下得了, 谁也出不去, 那弥竹和孔荣也只能眼对眼的发愁, 但是呢, 这事儿竟然还有柳暗花明的余地, 这一天忽然有一人单枪匹马冲杀贼人, 一路杀到了城下, 大喊开门, 进门后只见这哥们儿弯腰说道, 在下名叫台诗祠, 我的母亲多亏了您的照顾, 因此可来救援以报恩情, 您给我一千兵马, 我将扫清贼人, 孔荣呢, 他自然是很敬重英雄, 也正是因为敬重, 他才不愿让太史词冒险, 毕竟杀出重围和扫清贼人, 那是两码事儿, 不过太史词既然能够杀出重围, 那孔荣便有了别的办法, 那就是派太史词给刘备送信, 请求支援北海, 刘备收到信后感慨地说道, 孔荣竟然知道我呢, 话音刚落, 他便邻军三千出发救援, 您想想, 刘冠章三人外加太史词, 贼人怎么可能拦得住, 当下就被打了个稀罪, 孔荣得救之后, 眼请刘备, 又让弥竹前来拜见, 弥竹呢, 也就顺势说出了, 徐州危急也需要救援, 刘备起初还稍加推辞, 可耐不住孔荣劝说, 于是也决定前往徐州, 不过呢, 刘备让孔荣先行一步, 自己则需要找公孙赞 借三五千兵马, 再赶往徐州会合, 最后刘备只借到了两千兵马, 但是也借到了那威风凛凛的少年英雄赵云, 只见刘备带人赶往徐州, 但是千里行俊最怕的就是梁草供应不上, 因此刘备只能选择速战速决, 那打仗总不能一意孤行吧, 到底还是得先进徐州城内找陶迁商量, 就这样, 刘备让关羽赵云在两边接应, 自己则带着张飞和一千兵马, 突围到了徐州城下, 陶倩看到这对人马的旗帜, 写着刘玄德三个大字, 于是赶忙让人打开城门, 把刘备接了过来, 刚见面不过几句交谈, 陶倩就觉得刘备不是一般人, 于是直接把冠印拿出来, 想把徐州让给刘备, 刘备呢, 怀疑对方觉得自己是想吞并徐州, 因此根本不敢接受, 可陶倩再三强调自己是心甘情愿, 刘备却依然不肯, 要不是现在兵临沉下, 指不定这俩人能拉扯多久, 还是刘备先回过神来说道, 我写一封信给曹操, 看能不能和解, 如若不能再打也不迟, 另一边曹操收到书信后长嘴骂道, 刘备何人也敢劝我, 可就在此时, 忽然有人飞马而来回报说道, 吕布已然攻破延州, 进军浦阳, 您瞅瞅老家被偷了, 您猜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 当初吕布挡不住李爵郭四便转身投靠袁树, 但是袁树觉得你这人也太能跳槽了, 根本不愿接受, 没办法, 吕布转头又去投靠袁绍, 但是吕布傲慢无礼, 以至于袁绍起了杀心, 吕布见状又跑了, 接连投靠了几人之后, 最终到了陈刘太守张苗手下, 巧的事来了, 之前陈贡劝说曹操不成, 去投靠别的将领, 正好也投到了张苗手下, 成功献祭说道, 曹操如今攻打徐州, 以至于袁州空虚, 吕布乃是当今勇士, 若能攻下袁州则八夜可图, 就这样吕布杀敌成功献祭, 这一文一武很快就攻下了袁州又进军浦阳, 曹操得之后慌了神, 此事一旁的谋士郭家说道, 您不如卖给刘备一个人情, 退兵徐州夺回袁州, 就这样曹操回信给刘备后陆续撤军, 这边一撤, 另一边的徐州城瞬间热闹了起来, 演习热闹吗? 当然热闹, 但更热闹的是, 那陶欠又开始说服刘备, 想让他接管徐州, 刘备呢, 又是百般推辞, 理由则是, 自己如果接管了徐州, 那天下将会把自己看作不仁不义之辈, 弥主等人也跑来劝说, 可刘备还是不同意, 甚至说出了, 不如把徐州让给袁绍, 一旁的关羽张飞也看不下去了, 关羽说, 几成逃功相让, 凶且全灵周势, 张飞说, 又不是俺们强要他的地盘, 他好意给哥哥, 那就瘦着嘛, 刘备见自己兄弟都来劝, 那也急啦, 幸好陶欠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说道, 附近有一县城, 名为小佩, 你可以驻扎在那儿, 顺便保护徐州, 哎, 刘备答应了, 第二天, 刘备会类送别罩云之后, 带领自家兵马驻扎小佩, 安慰百姓, 另一边, 吕不得知曹操放了徐州杀奔回来, 于是当即派副将诊守延州, 自己呢, 则带兵去浦阳对抗曹操, 但是谋士成功觉得, 延州不能有任何闪失, 区区副将很难守得下来, 因此吕不不能正面对抗, 需要埋伏在泰山之中出骑兵之身, 不然的话, 万一吕不败了, 那延州也必然失手, 但是吕不说, 自己屯兵浦阳是有别的想法, 坚决不肯在泰山埋伏, 可您猜怎么着, 这聪明人的脑子那都是相通的, 曹操带兵路过泰山之时, 谋士郭家提醒说道, 泰山险郡最适合埋伏, 主攻不可前行, 但是曹操呢, 料定吕不为人傲慢, 他一定会在浦阳正面对抗, 于是便派曹人带一队人马, 绕道前往延州, 自己则进军浦阳, 速攻吕不, 不久后两军对阵, 只见吕不身边有两位大将, 一个名叫张辽, 一个名叫脏霸, 号令之下, 脏霸甩先出击, 迎战曹操手下的越境, 一时见两马相交, 双强齐举, 连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负, 此事曹操阵中的夏侯敦出马驻战, 吕不阵中的张辽, 板路拦截, 刹那间又是一阵厮杀, 吕不见状怒气上头, 停着方天化急, 排马而来, 三两下就打得下侯敦和越境不得已败走, 吕不那则趁势严杀, 直至曹军大败, 可谁承想, 这失败之众也藏着机会, 当晚曹操的手下简易说道, 今日我军败走, 按常理我们该休养生息, 因此敌军大概不会严防死守, 我们可以突袭边缘的兵寨, 让吕不腹背受敌, 这计策确实可行, 曹操也同意了下来, 但可惜呀, 吕不仗中还有一个成功, 只见成功百般建议恳求, 让吕不加强了边缘兵寨的防守, 这才拖延了曹操攻下兵寨的时间,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 让吕不来得及率领主力部队前去支援, 甚至还将曹操重重包围, 曹操发现自己无路可逃, 情急之下大喊一声, 谁人救我, 话音刚落, 只见点尾挺身而出, 将自己的两只大铁鸡背在身后, 手中却拿着十几只小短鸡, 随后对身边人说道, 敌军靠近我十步之远, 你就喊我, 话音刚落, 点尾上麻冲杀, 会议时手下大喊, 十步啦, 而点尾却回应道, 五步在喊我, 您想想, 十步到五步, 这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吗, 因此手下瞬间又大喊, 五步啦, 就在此时, 只见点尾将手中十几只短鸡, 纷纷甩出, 每一只都换回了敌军一条性命, 随后点尾超出背后的大铁级杀入人群, 直至将曹操救了出来, 之后的几天, 两军依旧僵持不下, 此时成功猛然想到了一条妙计, 于是对吕布说道, 浮阳城中有一位富商, 咱们可以让他给曹操写一封信, 就说吕布你残暴不仁, 各路超莫家产, 正好现在浮阳城中只有小将镇守, 让曹操连夜进军, 而富商则自称为内应, 到时候曹操一进城, 咱们便关门放火, 吕布呢乖乖听了成功的话, 另一边曹操正在军营中抽搐, 忽然收到富商的信后转而喜笑颜开, 但是呢这玩意儿真假参半, 要么生要么死, 于是曹操听从谋士建议, 兵分三路出发, 留两路在城外接应, 当天正午时分, 曹操率军攻城, 吕布的将士呢也就随便打了打, 然后退入城中, 曹操呢则安排两路人马在城外接应, 自己则带着点尾等人准备进城, 将士健壮赶忙劝阻道, 主供在城外就好, 先让我等进城试探, 但您猜曹操怎么回应的, 只见他怒吓一声骂道, 我不亲自进城, 军事怎敢向前, 话音刚落便按原计划行动, 曹操呢只等到傍晚时分, 内附上才打开城门放落吊桥, 只见曹操一路冲进城中, 可却猛然发现, 城中竟然空无一人, 完了, 中计了, 曹操理马大喊撤退, 可您想想, 问中捉鳖之际, 岂容敌将撤退, 刹那剑, 吕布的各路降临便放起了火, 又四面冲杀出来, 点尾剑撞咬牙且驰, 一路杀到了城门吊桥, 可他一回头, 发现曹操不见了, 于是又转头杀入城中, 另一边曹操眼看着敌军追赶点尾, 一帮人堵在了南门, 于是便转头从北门逃跑, 就在曹操逃跑之时, 正好就撞到了迎面杀来的吕布, 曹操见状赶忙捂着脸加速, 本来已经将吕布甩在了身后, 可谁成想, 那吕布突然又翻身追了上来, 还拿着方天话机, 敲了敲曹操的头盔问道, 你可知曹操在哪儿, 曹操那顶着一脸被火烧过的烟熏桩, 回头随便指了一人说道, 前面骑黄马的就是, 吕布听后拍马舞蹈追了过去, 曹操则有意转头, 准备从东门逃跑, 幸运的是, 他跑到一半就遇到了前来救援的点尾, 也正在点尾的护送之下, 曹操才顺利杀到了城门, 此时的城门早被吕布烧得火光冲天, 点尾见状便拨开燃烧的柴火, 先为曹操开出一条路来, 可谁成想, 就在曹操出城之时, 城门上燃烧的木梁突然砸了下来, 曹操应声倒地, 随后双手撑着木梁斩了起来, 以至于手臂毛发竟被灼烧, 信号点尾机灵冲入火中, 九出曹操这才保下了他的性命, 您瞅瞅, 这一路哪真叫个命悬一线呢, 可您猜怎么着, 曹操回到军营后, 竟然仰天大笑起来, 嘴重还说道, 咱们可以将计就计, 放话说我已然葬身火长, 吕布得之后必然率军来战, 到时候咱们埋伏在半路, 一举攻打就好, 就这样吕布耐不住性子, 以至于中了埋伏, 于是退回浦阳沉重, 坚守不出, 咱再把视线访回徐州, 此时徐州太守陶欠年迈多病, 眼看着就没剩多少时间了, 您猜他临终前唯一的心愿是什么, 没错啊, 就是让刘备接管徐州, 可刘备依旧还是不同意, 陶欠呢也顾不上其他, 抓紧最后一口气, 让自己所有的手下都跟随刘备, 刚嘱咐完, 陶欠就用手指着心头死去, 可闹到了这个地步, 刘备还是不同意, 直到徐州老百姓聚集在门口, 声泪俱下的恳求, 刘备这才接下了徐州太守的位子, 发生这事儿, 您猜最生气的是谁, 那可不就是曹操吗, 他当年攻打徐州, 明面上是为父报仇, 但背地里很难没有攻城掠地的想法, 现在他眼看着刘备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徐州, 于是当即就要率军攻打, 此事曹操仗下的谋士, 寻遇说道, 今日打徐州, 若少派人去, 则打不下来, 多派人去, 则怕旅步逞虚而入, 咱们不如先往东进军, 那里都是些民间的反贼逆当, 咱们少派一些人就能拿下, 到时候朝廷习, 百姓乐, 咱们还能取当地的粮草, 考上三军, 这才叫顺应天时, 就这样曹操便领军向东出发, 没几天就将当地的反贼打了个稀烂, 就在其中一路贼人逃跑之时, 突然被山中某位不知名的壮士给活捉了起来, 此事追赶贼人的典尾也来到了这边, 他以为内壮士也是反贼, 于是当场质问起来, 壮士呢, 他看到点尾竟然还不紧不慢地挑衅道, 贼人都被我捆了, 你要是赢了我手中的宝刀, 我就把贼人送给你, 点尾听见这话瞬间急了, 一拍马就和壮士打了起来, 可谁承想, 这壮士竟然能和点尾不相上下, 从中午大战到黄昏都分不出胜负, 曹操得之后吓了一跳, 赶忙跑来观战, 当他看到壮士的那一刻, 猛男心动了, 当天晚上, 曹操特地嘱咐点尾说, 明天他来挑战, 你一定要假装打不过, 结果第二天, 点尾假装败走, 壮士呢则一鼓作气追了上来, 曹操见状又让众人开弓放箭, 把壮士给逼了回去, 紧接着曹操让人在原地挖下陷阱, 随后退守无礼地, 装作是被壮士打得后退了无礼, 结果第二天, 壮士再次冲杀之时, 不出意外地落入了陷阱, 此时曹操赶忙迎了出来, 亲自给壮士截开束缚, 还披上了衣服, 随后交谈之时便知道, 这位壮士名叫徐楚, 带着宗族几百人在山中遇敌, 结果八成您也猜到了, 徐楚就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投在了曹操门下, 到了这一步, 曹操的好运竟然还没用完, 有探子忽然来报说, 眼周城中, 吕布的副将纷纷崩出截掠, 现在可以趁虚而入, 徐楚听后挺身而出, 愿意攻下眼周, 当作是给曹操的见面离, 就这样曹操又夺回了眼周, 那么接下来该攻打的, 就是被吕布占领的浦阳了, 只见曹操打军压境, 徐楚甩先出战, 和吕布打了二十回合不分胜负, 曹操见状便让点尾助战, 两面夹击, 后右派夏侯顿夏侯渊越境离点纷纷出战, 吕布他就算磕了药, 也搞不定这左右为难的局面呢, 只能是拍马掉头往回跑, 可您猜怎么着, 浦阳城中当初那位陷害曹操的富商, 他眼看着吕布打不过曹操, 于是当即把城门给关上, 不让吕布进城, 还说自己已然投降曹操, 这能怎么办, 跑吧, 陈公德之后也赶忙带着吕布的亲属逃出城来与吕布会合, 自此山东一带竟被曹操掌握, 另一边, 吕布和陈公想要投靠袁绍, 可袁绍直接派出五万兵马要帮助曹操杀了吕布, 吕布健壮没办法了, 听从成功的建议, 把目光放在了刘备身上, 只见刘备把吕布接进徐州城中, 随后干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拿出徐州城的官印要送给吕布, 吕布健壮那能不心动吗, 无奈关于和张飞在背后怒目而视, 这才让吕布拒绝了刘备, 而且呀, 在那酒席之上, 吕布喝多了酒口无遮拦, 称刘备为贤弟, 结果把张飞给气的, 当即就要和他打战三百回合, 搞得吕布直言说自己要离开徐州城, 可您猜怎么着, 刘备健壮张嘴说道, 这附近有一县城, 名为小佩, 是我当年屯兵之地, 将军可以驻扎在那儿, 梁草我给你解决, 吕布听后自然欢喜, 于是带着部队驻扎在了小佩, 咱再把视线访回皇宫里, 此事李觉自称为大司马, 郭司自称为大将军, 那是横行霸道以至于无人赶拦, 汉贤帝身处于这等豺狼虎豹之众, 那能不担忧吗? 就在此时, 有位大臣对汉贤帝说道, 曹操现在兵强麻装, 我有一条妙计可以让李觉郭司子乡残杀, 然后咱们再让曹操扫出逆挡, 那么这计谋到底是什么, 又是否奏效了呢? 曹操扫出逆挡后又会作何举动呢? 吕布驻扎小佩是否依旧蠢蠢欲动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